想不到大军戴莫愁姑娘还真是不薄 干什么的 这位是屈左图的夫人招令你的女儿 如此说话你活腻了是不是 拜见屈夫人 免礼 快把门打开 屈夫人 您别为难小的 小的可不敢开这门 屈夫人 岂有此理 这偌大的楚王宫都进得来 唯独你们这里不能进了 如今这已是冷宫 请屈夫人恕罪 既然如此也不必勉强 你受苦了 如今大战在即 能躲在这里 也算是多了几分亲近 或许当初你真不应该进宫 这都是定数 以前我不相信你 但是现在我想 其实君子经常提起你 这些就不要再提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 现在陪在他身边的 应该是你 如果没有昭家的少主 也会有景家的 陈家的 总之不会有卢家的 莫崇 我真的挺好的 一个渔民家的女子 能住在这么大的王宫里 还有公甲守着 这样的待遇 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 莫崇你别这么说 姐姐啊 你身子还没好力做呢 还是早点休息吧 莫崇 你生病了 放心 死不了 清儿 我没事 只是着了一些风寒 营年那已经派人 给我送药来了 今天已经好多了 那就好 既然这样 那我先回去了 姐姐 你对她那么客气做什么 她可是抢走了 你去夫人的位子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姐姐 发生了那么多事 难道你心里 就一点都不怨吗 如何不怨 但是 我又能怨谁呢 小姐 找她 无论 小姐 你 小姐 小姐 我 儿子 感谢观看